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相當之新的新聞 原因是因為這件事在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仍然處於一個發展中的階段 我們還不知道結果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在科學生知道 去作為一個開頭的 因為我想大家都有很多人關注這件事 這件事是怎麼樣的呢? 大家知道一個叫鐵達尼號的沉船 當年是一百多年前很轟動的事 沉了船之後一路其實很多人就喜歡下去探險 探險這個就成為了一種有錢人的玩意 你喜歡去南極 香港的小學都早團去的 但是這個行程就相當之危險的 因為落到一個傷心的地方 結果就出現了事故 在我們做節目的時間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救援的情況能不能夠可以成功 陳志文博士 其實這件事跟科學有沒有任何關係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沒有特別留意這件事 但是我自己一如以往在找回每個星期的科學消息的時候 就竟然在基本上專門報導科學的新聞裏面 都看到這件事這樣 再仔細看一看 其實我一開始我不明白 那為什麼那裡竟然會有船 是不見了呢? 那你去看一艘沉船 那你第一件事 如果你說有些學術價值的 你就可能是拿一個機器下去看看 就算看90年代 Titanic那部電影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開頭那一幕 就是講一班潛水人員 他們就拿了一個機器下去看 就不需要有人下去看的 你只需要是那個攝影機下去拍到 甚至乎那個攝影機夠小 幫你鑽洞鑽洞 是比你人自己親自下去 但是我就很不明白 為什麼會有人 就是有機器再喘亂的人 在那裡不見了 那原來竟然是純粹觀光上的原因 那這個很奇怪 裡面就有一個導遊 有一個是船長 跟著有三個是乘客 那其中有一個是兩父子 是有錢佬的兩父子來的 這樣下去 然後不見了 那我想呢 比較難的去解決一件事就是說 救援人員 或者他們嘗試自救的人 他們受到一些什麼科學上的限制 令到這個行動是這麼難的 就是無論你逃生 為什麼會是這麼難的 還有搜救為什麼會是這麼難的 那這件事很令我聯想到 就是都很久 都不是太久之前的那個馬航 馬航那個MH370事件 就是在一個黃黃大海 信號很難會接收得回 然後生存條件會是很惡的 那究竟什麼令到我們現在這麼難去找得回他們呢 潛水技術為什麼好像就是說 好像這麼容易在我們身邊就出現 但是為什麼在現在這一刻又好像是 這件事是這麼難呢 那我覺得有些科學委可以說一下 那有好幾個問題呢 我覺得自己追問的 其一呢就是 現在全球那個衛星定位移的GPS呢 去不去到深海的? 去不到 就是說你那個水對於那個電磁波的透明能力是有限的 當然你說如果你是潛過泳池的泳池底 你從泳池底看上來呢 你會看到那個天是光的 那因為那些太陽光可以都叫做射到去某一個特定的深度那裏 那如果你是說著月深 你比如深到葉公里計那些這樣的海呢 你去到一兩公里 那其實基本上你不可能都已經是看不到上面的 就是反過來 你在這個水面上面 你幾強的光照下去 你看不到那個 就是如果那個海是很深很深 你看不到那個底的 不是因為那些水清淘族的問題 而是這個水分子本身呢 它對於光是有一定的截擊能力的 那當然你也要看一下那個波長是多長 對於可見光又會透得少些 對於有些光會透得多些 但是其實對於大部分光多多少少 你如果以公里計來說 就是你除非去到那些能量級數很高 你去到X光那些 那這樣會好一點 但是我們一般你說如果GPS那些這樣的溝通呢 其實就不是說 就是那個無論以公率和頻率來計 你要這樣穿透下去的海藏下面呢 就不是現時技術上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會說你GPS都是說看到 天空上面那一層 地面上面那一層 還有頂多水不要太深那一層 你太深的話不是GPS的範圍之內 那我們現在去到一個軍事節目的環節了 如果說大家在水底深的潛艇 因為現在這個小型潛艇來了 當然更加難了 但是如果舉個例子 譬如中國想知道美國的潛艇在南海的活動 南海比較淺的 但是我們現在講得比較深的 你猜現在有沒有方法可以偵測到這些潛艇在水底的活動呢? 無論是誰的國家 從來你說在水底下的活動呢 你都是說用升納那種這樣的探測的 就是一種用升波的探測 那個升波可能是不同的波長這樣 你嘗試去搜索下面的東西 那只能說就是很視乎水這個煤界 它對哪一種的波動能夠比較透明 那如果它是升波它是可以傳遞的比較遠 損耗比較少呢 我們就可以寄望就是我在水面發一個升波下去下面 之後讓它反彈 看看會聽到什麼 而且就跟一般的我們認識的波動員也一樣了 我們如果能夠找到一些波長越短 就是說頻率越高的升波去做升纜 這樣打下去的話呢 我們就能夠了解到更加微細仔細的結構 就是說就好像用一隻幼一點的手指去摸一下那個平面的凹凸一樣 我們就會摸得更加仔細大家清楚 就知道那裡會不會有些形狀古怪一些 像一般海藏而是一些金屬反彈的東西 但是這件事情你用電磁波是還沒做得到 所以你說如果真的要去做一個潛艇的追蹤 你很多時候是主要是靠去量那個潛艇發出來 或者由它反射出來的一些機械震盪 而我說的機械震盪很多時候是一些升波 這些升波可以是由你的升纜發出去反彈回來 亦都可以是它自己這個潛艇本身的引擎夠重 於是它發出來的聲音 亦都可以就是說是它那件潛艇發出來的武器很重 於是你由那個武器的噪音來追蹤它的發射源頭 通常就是這幾個因素才能夠暴露到一些在海底的一些物體的身形 那如果是這次我們去看吧 因為這個是小型潛艇 聽過一個不是你RAN這樣的大小而已 現在怎麼找呢? 現在就發了 當然你如果大約知道它在哪個位置下水 你亦都希望那個海流沒有把它亂衝到很遠的話 那你就在某一個的特定範圍 就是說它的訊號 最後出現的方圓某一個的特定範圍 或者你掌握到一些海流的資訊 那你於是乎順著海流那裡找一找 就是你大約可以畫一個百分率 就是一個contour我們叫一下 總之在某一個範圍 你會預計自己可以是90%找到 某個範圍就是收窄一點 你都可以有40%找到這樣 然後真的這樣去駁一鋪 這個是要很依靠我們的模型去估計 估得對不對 估不中的話 你就白行一趟 或者你模型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就發覺你以為有的地方原來沒有 你以為沒有的地方才有 這裡講大海撈針 這次講的 當初你要找Titanic它的殘骸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現在還在講的是一個比Titanic殘骸更加小的一件東西 更加容易去海流漂浮的一件東西 那究竟它是 現在也很麻煩就是說 它不變了是怎樣不變的話呢? 它是整隻沉了落底 還是中間隨著漂流 不知道去了哪裡 但是升不了上去 又下不了去呢? 還是它完全根本沒事的? 只不過是沒有了跟那個水面通訊的能力 究竟是怎樣呢? 這幾個不同的scenario 即不同的故事 都會令到我們整個模型估計 究竟外溢投擇資源在哪一個位置找去呢? 都會完全不同了 所以令到搜救非常之困難 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有時間因素 它們剩下來的氧氣的時間 不是很長的 但是聽到聲音 我不知道它為什麼會聽到 就是它裡面拍的聲音 但是我要報一報 就是那個鐵達尼號它沉船 現在在幾深 就是大概3800米 如果2英呎的就是12500呎 那這個都不是深刻最深的 因為還有一個重心 就是下了4000米底下 那個不知道是什麼世界來的 叫Aspimosone 就是說人類都是很少去到 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下到這麼深 如果要載人的話 是要什麼金屬的材料做到的? 如果你說它是用什麼材料做呢? 如果你看看二戰那裡的材料離不開那些鋼鐵的 但是現在呢 今時今日來說呢 你不一定需要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找到一些更加輕巧的合金材料 那你可以是一些 譬如是某一些金屬的氧化物都好 然後就是它可以比較輕巧 也很硬 甚至乎你想著一些 像碳纖維這些材料 會不會都是混在其中呢? 那當然它不會是一個主要結構 那主要來說 依然是需要一些的金屬 而且加上一些其他很硬正的 但輕巧的物料來做一個混合的包裝 那就能夠做到可以頂得住某一個的水壓 那如果你說呢 以四千米來說呢 件事都不用做得太厚 那我們全世界的深海最深的那個就是巴里亞納海溝 就說的是十三十四公里那麼深 非常的深 它如果以高度來說呢 深度和高度對照呢 它是深度高於馬拉雅山 什麼馬拉雅山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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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這個鐵達尼藏身的海藏大約是四千米左右 那所以呢 你就算見這隻Titan 它本身都不是一個很看下去 不是說我們印象中見到最硬正的那隻 那隻這樣的結構的 那可能它設計得隨便也是一個原因 但是如果你說呢 比較一些深海潛航任務 就算你譬如說看中國大陸在近年都經常說什麼膠龍啊 這些這樣的 它那艘船你見到它那個東西就哇 整個越波 很硬正的那個結構 你一看 你一比較膠龍的結構和現在這個Titan的結構 你就知道膠龍就真的專門做一些潛得超過十公里的那些東西了 但是你譬如現在這個呢 它還在說是在遊客那種呢 你看到它的結構本身都不是需要太 看起來不是需要 它未必不是不跑 但是你看到它的結構就不會說很像一個圓形的需要 因為圓形是一個你很難 就是說你如果弄到一個越漂亮的圓形 你就是越難去 去 由一個均勻的壓力來將它壓粒的一個結構 所以就 你如果看到來說 我只能夠這樣說 它都是可以有權選擇 如果只是四公里的話呢 它都不需要用到最高級的那種規格去潛下去了 那如果是那個物理學來講呢 它是哪一種的幾何的形狀 納費幾何的形狀是最頂受得到那個壓力的 那一定是圓形的 但是圓形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向哪個方向的阻力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是想要求是有一定程度靈活治愈可以周圍走的話呢 你最好就像一條魚多一些 是不是 就是你譬如你將水向後撥 你的前頭就最好尖一點 你如果有一個螺旋掌向後 將水向後推呢 你那個船頭位也都是尖一點 其實我就是用一個比喻 就是你現在看Titan的形狀 比較像一條魚 其實都是一條大一點的魚這樣 那這個就是很正常的一種做法 是不是我們講的那種叫做流線型那種的形體 是 是 那這個就是你要既要平衡 它不要給水壓壓粒之餘 也都保持回 那個它要開動引擎動的時候 不要受到太多的水阻 令到它的能量就比較有效些 那如果它這次找到 找回它上來 就是說它升壓上來 那個時間是要怎麼做法的 這個問題也都是一定要講的 無論下去救它 就是如果是要用到人 還是要下面救人上來 潛水這個真是給一個很大的限制 因為那個壓力的差是很大的 這些東西是令到任何 你無論是潛水員 還是在潛艇服役的人員 還是在一些專門做河床底工作 需要在一個潛水中裡面工作的人員 甚至乎有一些很冷門的 專門是在一些水塘的大壩底滑於泥的那些潛水中人員 都要面對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要將環境慢慢加壓 令到人適應 譬如有潛水牌的朋友 你一定知道的 你只是在講最初級的那隻潛水牌 你都要有一個意識 就是每十米 十多位 你就要稍作停留 然後去適應那裡的壓力 可能你要稍微移一移 鼻腔 令到內耳和外面的壓力要平衡 甚至乎你自己身體上面 如果要經歷一個很大的氣壓差的時候 甚至乎有些更加要深潛的人 他們在未潛之前 本身就要把淡氣逼走 甚至乎是要吸一輪醇養 把身體的淡氣逼走 之後你才進入潛水的狀態 甚至乎有些是連飛行員 他都要飛得夠高的那些飛行員 你都要做這一步 那麼 目的其實都是希望減少一種叫潛水膚病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說 如果你身體還有一些殘餘 硬壓了入血液的一些淡氣在裡面 你突然之間從一個壓力很大的地方 轉去壓力很小的地方 你血液裡面的那些淡氣就會突然之間沸騰了 那種沸騰 它突然之間溶進入水裡 變成了氣體走出來 令到你的血管裡面多了氣泡 那這些東西就完全是令到你的身體內部造成很大破壞的一些現象 那些潛水膚病最後就是等於你等於那些中風 爆血管那些情況是差不多的 就是真的阻礙到甚至乎你的人會缺氧 令到那個混氧能力是不行的 就是它基本上是破壞了你的循環系統的功能 令到你的人會出現缺氧 或者甚至乎其他一些損害 所以就算你知道下面有日準備要救 你在那個上升減壓的過程裡面 都要做到非常之緩慢 即是寧願慢 裡面的人可能有機會就是慢到等不到 但是你都沒有辦法 因為如果你強行去挑戰這個物理限制 最後一定大家一起死 就會這樣 人類是不可以挑戰物理限制的 那是自然的 這個不是說你有多厲害 或者什麼 這個是人類的限制 我可以自己有一些個人的經驗可以分享的 柳河心湖我不是 但是前一陣子大家知道我上了 我在拔彈 我是有高山反映的 那裡的海拔多了 你去到 座底那裡都一萬多呎了 起碼是三千多 那三千多開始有高山反映 一點都不可以 是啊 我在那裡住一間酒店 我走兩層樓我已經氣喘 氣喘不是我平時那種氣喘 是我覺得我呼不了氣的 還有日晚有沒有頭痛呢? 幸好沒有 幸好沒有 那如果有頭痛 我就... 就要下去了 我跟著就... 因為我躺在酒店 下不下都不知道 然後就躺在那裡不動 但是我事前我吃了高山藥的 但是都有頗為... 我覺得頗為... 厲害的反應 那第二件事就是我耳朵聽不到話 但是那個就因為搭飛機 搭飛機就... 搭搭航 我以前沒有這些 但是我搭飛機的時候 開始完全聽不到話 所以就... 這個都不是說你身體的狀況 那有些人的高山反應 就的確是相當之... 就是相當之快 那如果你又落到心房 我想想是一個調轉了的情況 但是那個氣壓本身仍然都是... 是非常非常之強勁的 所以我看到現在它... 這個Ocean Gate 這個潛艇就... 看上去似乎真是簡陋一點 我不明白為什麼它沒有了那個電纜 就是那個電纜呢 因為它上面有一隻船的 一直跟它聯絡的 現在有兩樣東西 是... 不知道為什麼做不到 第一樣東西 不知道它在哪裡 那... 照計事前應該有一個裝置 就是你在哪個海 哪個地方我們應該知道 另一樣東西 條Cable 就是這條電纜為什麼不可以... 其實是的 如果它要折省成本 也都要安全係數高 它有一條電纜是專門做通訊的 不是純粹是救生性的 簡單 就是令到你可以保持一個很肯定的通訊 還有知道你一定在某一個範圍之內 是的 但是anyway 就是這種所謂Extreme Expedition 就是極度的探險 在很多有錢人來說 就非常非常之好的玩意 特別是上太空 文說裡面其中一個 也是上太空的 所以呢 玩玩玩玩 大家可能玩到沒有東西好玩 但是記住一樣東西 既然你這麼有錢 為什麼不做好一些安全係數的準備呢 這個是一個現在最大的研究 是的 我想事後一定要 比如這間公司自己本身 還有整個規管制度 好像現在這間公司好像沒有網管 沒有網管 都說了 是的 我們當然可以相信科學的原理 我們知道在什麼情況之下 這件事是安全地做的 但是中間是人為疏忽 機警故障 現在暫時還不知道 現在相信就算節目出街的時候 已經去到整個搜救 稍為有希望的最後那個階段 當然希望最重要是人沒事 是的 但是始終有一個時間的限制 不是我們說你等幾個月 沒有這個 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你找一個解決出來 其實是 我想有一個科學問題的 這個 那時候我們看看這個事的結果 是怎樣 我們下星期再 我們跟著去下一節 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